現在長大了更帥 可能是小時候帥 長大更不奇怪 不是 德德現在越來 現在變得 越說一戰成名 越來粉絲可能比他爸爸還多 那委員覺得 德德跟他爸爸年輕的時候 哪一個比較帥 真的有大人輸吧 我德德比他爸爸年輕的時候比較帥 那個應該帥不少 那你跟鄭運鵬誰比較帥 年輕的時候 他給我的答案是經紀公司 跟大無相品一樣 要談出一個最好的條件 最大的 我是舉那個例的 立委認證 彭之子德德比爹帥 沈玉玲鋪領香推隊內幕 那請教委啊 我真的跟你拍片了 德德現在變流量密碼 我說 德德德德 今天主要就是 來 第一次啦 也是來參與 這種 在直播 帶貨開賣 覺得很新鮮 不敢相信 連立委都出來直播 是愛與何 沈玉玲 王志玉 秋泡郎 出席三粒煙選直播活動 但是立委林俊憲 卻頻頻被問同事 鄭運鵬帥兒德德德的相關話題 剛剛問你說 鄭運鵬兒子最近韓國嗎 國壯 對 他就已經要避重舊親了 這樣 沒有當選應該是很 不準 對 對 這心情 對 對 對 就是因為老兒子很帥 對 現在先不要去干擾他 給他沈澱一個月 對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兒子 他的時候好像才念小學 比如說 我看到他兒子 就 就 就覺得怎麼這個小兒子 沒有表演多帥 帥 好帥 那 不是咬力喝就愛上了 對 現在長大了這麼帥 可能是小時候帥長大變很奇怪 不是 我走得現在越來 現在變得 可以說一戰成名 原來本事可能比他爸爸還多 但是我認為是一個 那你覺得他應該 進入演藝圈還是進入正視界 如果要跳的話還是 到演藝圈來跟哲鈺哥 對啊 他實在啦 因為正視圈有時候 有時候選擇上有時候選不上 他選不上 給我們扣的 對不對 他不如來這裡對不對 但這裡也有紅跟不紅的問題 那我原來覺得 德德跟他爸爸年輕的時候 哪一個比較帥 欸 正運彭當然是實在 對 正運彭年輕的時候我也看過 德德比他爸爸年輕的時候 很帥 臉應該帥不少 那你跟正運彭誰比較帥 年輕的時候 大概是我 原來時下最夯捧之子話題 網上近期也瘋傳 神韻寧好友林香 將退出樂天啦啦隊的消息 兩人日前更因為錄節目 現身紙籃球場 外界對林香未來的動向 更是議論紛紛 只是那個照片那個 拍下來 連我自己也都懷疑 奇怪我是跟他在談戀愛是不是 情侶不少 是不是要去衛權 沒有 沒有 沒有分之百確定 大姐有問喔 沒有問 他私下一定會聊啊 他給我的答案是經紀公司 他在談 跟大不祥品一樣 要談出一個最好的條件 水盪 我是舉那個例 我是舉那個例啦 其實我們就是在那個 那個節目的拍攝這樣子 那大家就會聲會影嘛 說他是不是因為離開樂天 然後要轉到那個直籃去了 其實沒有 因為就我所知是 其實好像很多球場對他有興趣 都在談啦 本來有啊 但是後來好像就 就不聯絡了 對 因為可能吧 可能 也不是因為外在原因喔 人相處都有個性的問題 之類的 我也不是他的發言人